因為今晚要寫一個很特別的晚餐 叫做村床料理 大家好 我現在在福島縣的棍山站 今早由東京坐了一個半小時 新港線道來到棍山站 其實東京過來的福島縣真的很近 其實福島縣真的很大 而且很多新的設施和景點都有開放 在這半年間 有一個地方我真的很想去 所以今次就再次來到福島縣 其實這個地方這麼大 真的很難玩得完 今次會來三天兩夜快閃團 但會有四部影片和大家慢慢玩 所以千萬不要走開了 想知道有什麼行程 跟我來吧 由福島縣實在太大了 地理想分為三個地區 藍色的惠津 橙色的中部 黃色的濱海區 這個系列我會由中部的棍山站 到西邊的惠津開始 橫向走 去到東邊的濱海區 所以首先介紹的是惠津 快點訂閱啦 訂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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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首點鐘 是午餐時間 我們帶大家來到這間 叫做 學我惠津本店的店 吃東西啦 那吃什麼呢 是吃馬肉 原來惠津藥蟲市 這個地方都挺有名吃馬肉的 你看看這棟牆上 有很多水墨畫風的馬圖案 很容易認得到吃馬肉 今天這個午餐真的很豪華 不要以為它很豪華 就很貴 其實這個價錢只不過是3000日圓 前面有幾款馬肉 包括有一盤馬肉刺身 多少 白色和乾的款式真的很少見 吃之前有點勇氣 因為我還沒吃過 另外還有就是 有兩款馬肉 而且來到惠津 通常都會見到 一個傳統的香肚料理 Kozuyu 這種食盆 通常就是在喜慶的日子吃的 因為馬肉通常這種食物 比較少些脂肪 吃下去不會像牛肉 或者豬肉那樣 比較肥膩 或者是入口即肉那種 需要咬的 這麼大塊 好像有點過 有點挑戰性 我吃一點點 我試一下 挺好吃的 完全沒有腥味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錯覺 其實馬肉這種肉類 也叫做櫻花肉 在日本來說 吃下去真的有一點香味 是清爽的 不油膩的 接下來要挑戰就是這個乾 這個乾真的有點害怕 因為平日我們香港人很少生吃乾 日文都會煮熟 很熟的 哇 又有些很驚奇的 OK 有點像吃齋的時候 會有些齋魚生物 有點像舉樣 又沒有血腥味 OK 最後還有這一款 這個位置的肉 就是白色的 哇 這塊幾乎是脂肪 原來馬肉都可以有拖羅的味 真的很驚奇 接下來了 吃鍋物 共計五款的部位可以試到 其實全日本馬肉生產量最多的地方 第一就是熊本縣 第二就是福島縣 所以大家來到福島匯進 不妨試試這種特別的香肚料理 嗯 又不會像牛肉一樣 比較清新 肉質相對上比較煙燉燉 但又不會硬 很有趣 這個文化 大家一定要試試 吃飽飽 再坐就大肚腩了 我們去散步吧 趕到散步就一定要去七日丁通 你看 aparece 謝謝 謝謝 關於這個 Sacred Coffee screen 這ū是JR大泡南線駅 form JRさんから特別指示 然後從新海大到達的餐廳 我們要在阿伊豆餐廳 搬禾的影片 有時候就在帳戳 ama一個家庭 跟阿伊豆的餐廳 一會兒可能會藏著一些 在那些店舖裡 賺取物及往復會 有小店的咧寶寶 其實七日丁通,是過去會津地方最繁華的街道,倉庫臨立,到現在依然有大正浪漫的氛圍 這間長門屋每次來到七日丁逛街都很想來買東西 上幾次錯過了,這次回來就一定要買 一個推薦給大家的產品就是這個,Fly Me To The Moon 這個不是普通的羊羹,是拿了Good Design Award的羊羹 特別之處是橫切面,是很漂亮的,橫切面是這樣的 有彎月,有小鳥,好像一幅圖畫 我想是很少地方可以買到這麼漂亮的羊羹 其實這場羊羹是創業於嘉永元年 大概是1840年代的時候開始經營 本身是一間專賣懷舊果汁店 後來就開始進化成為精緻的和菓子 這一盒的香菇食其實以前是在G7的大會裏 是一個特選給客人的甜品 而這一款羊羹就是因為它真的很漂亮 所以這兩個就是它的招牌科 還有福島縣的日本酒,呂獲樹榮 而鑽角就更加有一間百年酒廠,抹廣 同樣獲獎無數,不可以不去參觀 那裡的二階和三階是 以前的末尼宏的家人們住在房間 是約40年前的房間 這間房間是約40年前 末尼宏的創業是1850年 日本的年号是嘉永三年創業 所以是嘉永庫的名字 日本酒的熱心 日本酒是有的 低點温度的煙燻 是有的 是爛的 寒冷時期的煙燻 是可以用的 所以 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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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煮酒的美味的醬汁 煮的味道 煮的味道是煮的 煮的味道是不太乖的 煮的味道是很難的 我喜歡這個古酒廚藏庫 全黑的 也有這種的 但很涼 像葡萄酒的酒窖 地面很舒服 這裡也是一樣 如果在高溫度的場所或温度変化的地方 長期間放在酒裡的味道和味道和味道 味道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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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 所以一定的溫度 大約20度以下的溫度設定 30年、40年左右寝過的酒 30年、40年? 一番古的味道是這裡 1979年の酒 一番古的味道 大吟醸 苦味和味道和味道 很複雑的味道 這件的味道就是 2500塊 2000元 一番古的福然 20年前 2010年 15000元 超級 真的 超級 很高 43年前 日本 超級 喝完之後就可以喝這四款的酒 我第一款就是 叫做夢の香り 蒙之香 那個香味真的很果香 我覺得有點像梨的果香 它是甜甜的 都知道是用米做的 但是它們會發酵完之後 真的散發了一種果香 或者是花香 好吃 謝謝 大吟醬的酒 它們是山田錫起的醬汁 它們是35% 它們是60%以上削成的 所以它們是很雜味的 很乾淨的 很乾淨的 美味的酒 這是傳統的味道 對 這是古酒吧 對 這是古酒 1989年開始養製 長期熟成酒 叫做劉磚 什麼叫做? 是獨特的味道 所以 大家要準備好喝 對 像 呃 叫做什麼 鐵打酒的香味 嗯 咦? 那真的有點鐵打酒的味 其實有趣的有趣 有點像威士忌的感覺 最後是這瓶 女士的一番人気的 高田梅 對 這是在地下的高田梅 是很大粒的梅 這個梅香很香 很大粒的梅 很大粒 這個就是高田梅 很大粒 超大粒 謝謝 它的味道真的不像 平常的梅酒 它真的比較清香 再加一瓶吧 對 梅的酸味和味道 是很大粒的 普通的梅酒 有一點濃郁的 嗯 有一點甘味 對 很甘味 好吃 謝謝 接下來了 大家去到這個地方 叫做余若園 原來呢 日本也有種高雷人心的 就是在這裡 我們經常聽的玉花園 就種了很多花 而這個玉藥園 就是種了很多種藥草 有些種類我聽都沒聽過 好可愛呀 看看 鴨上來了 在這個位置 猜不到一間這麼漂亮的茶室 可以看著那個庭院 和那個小家湖 去享受這個抹茶和和果子 這個余若園裡面的茶室 竟然有一個牌子寫著 刀創 當時這個位置 就是作為一個病院 接收病患者 就是受傷者 但後來敵軍就來攻擊 就留下了這一條的橫痕 就是當時的刀割下去了 看到嗎 好舒服呀 這裡沒有太多人 我看到有紅葉 我看到有綠色的楓葉 遲些應該是楓葉的季節 會很漂亮 這個位置是被批了一下 然後治療之後 會變得悲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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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 有健胃、美肌、便秘及防止第二天喝醉酒的情況 我試試一下 類似墨茶 但聞起來真的有點藥味 還有一個叫銀杏蟲茶 顏色好像銀杏的黃黃色 完全是銀杏的味道 好像吃白果 有很多我沒聽過的名字 一些藥湯或者藥茶 有樂壽湯 這個我覺得好印的 叫桑茶 如果大家喜歡試新的東西 這裡有很多 可以慢慢試 Kumazasa 都不懂 最後這個角落 就是會津人心的角落 原來日本福島嶼 這裡也有種植 高麗人心的禍 原來以前都是由中國、韓國等地輸入 然後種植 種植完之後 也輸入到其他國家 哇 這個鏡帶 家佬就是會津凡 裡面的高級職位 所以它也是有錢人的母屋 所以這家屋 其中一個母家的屋 真的相當之大 在這個位置 有一個叫做自印之間 當時打仗的時候 當西軍入侵到這個屋的時候 這個會津凡當年輸了 母將的一些親人 譬如是女兒 老婆 與其被人殺死 不如自己自盡 於是在這個地方發生了一場自盡的歷史 走到最後 看到一個很漂亮的 賣手工禮品、寄品的店舖 有很多會津凡出名的七喜 都會在這裡找到 咦? 為何有這麼多鹹板超人的酒 有鹹板超人的怪獸 還有這個哥斯拉 當然是因為 被譽為日本特攝之父 製作出哥斯拉電影的圓谷經義老師 就是出身如福島縣 好 實在太多太多商品了 如果有很多時間我會慢慢看 但現在差不多回酒店了 跟我來吧 我現在來到一個很隱世 不是 一個很漂亮的大自然區域裡面 是在山和森林裡面 這個是溫泉貝津東山溫泉 現在住的旅館就叫做 圓龍 這次我特別請了酒店 帶我們去參觀一下最漂亮的房間 看看正不正 這間房間是不是很漂亮呢 可以說是全個旅館最漂亮的房型 叫做展望露台的和洋室 全酒店只有五間房間是這麼漂亮的 也真的很大 今年二月才正式啟用 房間有源流式溫泉在浴室裡 而且房間可以看到森林和紅葉景 秋天來真的很漂亮 就算現在夏天來綠色也很漂亮 在傢俬上面也利用了很多匯瓶 這帶的特色的工藝品 這個就是匯瓶圖 這條酒樑很神秘 來到這間是貴賓室 這間房的價錢 大家有沒有想知道 如果是兩位用的時候 每一位是七萬日圓 但最多可以住到四位 今晚的房間當然不是這間 我房間比較小的正常價位 看看 噢 都可以了 這麼寬 準備去吃晚餐 我就換了一件浴衣 因為今晚要吃一個很特別的晚餐 叫做村床料理 但為了不要跟樹葉撞色 我選了一件粉紅色紫色的浴衣 可以顯眼一點 不要變得保護色 我們去吃飯吧 這就是今晚晚晚餐的地點 就是位於圓龍的旅館 走過來可能兩分鐘 就到村床料理會場 這裡有很多河村 村床料理也是夏天 日本夏天實有的一種料理 有很多美麗 不客氣了 嘩 他有很多食物 他製作料理也很美 然後有魚 有牛肉 有甜品 有飯 有湯 還有一個爐在我前面 好開心 今早10點多到達福島之後 到現在晚餐時間 一天之內去到這麼多景點 真的很滿足 大家又覺得滿不滿足 記得留意告訴我 回到旅館了 今晚的晚餐實在太棒了 風景又好美 東西又好吃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我這條影片 去了解到這個地方 我現在就去走溫泉 其實福島縣有不少的溫泉區 這裡是其中一個 我浸完溫泉之後 明天就帶大家去第二個地方 明天見 晚安 晚安 相關 你 走 谢谢大家